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期間人的教魔鬼的時間 今天我要介紹的遊戲就是 一個獵獸魔女的打怪獸遊戲 遊戲遊戲的目的就是我們每人都做一個魔女 我們就是要合作打一個怪獸 雖然說合作 但在End Game的時候鬥多分 分數就是透過打一隻龍傷害會拿魔石 魔石回來後每一顆有分 每次做到反轉會有個分 每個角色寫的時候會加一個手箱次數 手箱次數每一次會扣分 然後你的牌庫上面每張牌都有個分 加上所有分 誰最好分就贏 遊戲遊戲非常簡單 所有遊戲的階段都寫在桌上 第一階段就是這個Forecast 就是有一個未來試 每個魔女都可以看到 遇見到一個怪獸會怎樣做 第一階段就是在牌庫裡 開三張牌 就知道那隻怪獸準備怎樣做 這件事很有趣 這個怪獸的Action 跟玩家是煤花間足的 第一個魔女行動做完之後 就是龍第一次Action 然後第二次魔女做事 然後龍第二次Action 如此類 直至龍做了三次 以及所有魔女做完之後 就會完一彎 第一階段開完三張牌之後 第二階段就是每個魔女會抽牌 在自己的牌庫抽牌 抽至三張 如果上彎有牌 就會抽少牌 只可以抽牌抽至三張 第三階段就是Drop的回合順序 由右字族 看到有1.2.3.4. 跟上彎的order會調轉 你會看到 如果擺在第二個位置 下彎就會變成第三 擺在第一就會變成地小 所以會調轉 第三就是由 調轉order開始 然後寫回 這個情況 那個角色 就會撿起回合順序的牌 撿起回合順序 所以會變成四張牌 然後選擇一張牌 就放在上面的回合順序 就決定接下來這個行動階段 你的順序是怎樣的 那你那張牌可以是 剛才那張牌就可以 可以用另一張牌就可以 譬如一次我選擇去第二個做事 就放這張牌在這裡 然後有到第二個魔女 又側去那張牌 又有假順序 而此類推 但留意一下 看到第一的位置 就不可以選擇第四個開始 因為如果這樣 就永遠都是你先選擇 第一的就只可以選擇 這個1 2 3 其他角色就可以任意選擇 當選好之後 就要進入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 就是真正的行動階段 就會跟上下階段決定的order 就要做事 這個例子 黃色的魔女會先做事 就要撿起回合 就要把這張牌拉到下面 然後就執行回合 然後做龍 就要做第一個Action 然後到第二個魔女 就撿下來 就做他的回合 然後到龍的第二個Action 如此類推 當所有魔女和龍 都做完事之後 就要回到下一個彎 完彎便會Clean up 將今彎龍的Action 的三張牌 Discard 然後伸回到第一階段 開三張龍的Action 圓彎Clean up 扔掉三張牌之後 龍的Action 已經沒有牌 就會做一個龍的升級 龍的Level 就要加點 然後將對應升級Level的牌 洗進去原本的牌 然後成為新的牌庫 當龍升級兩次變成Level 3 的時候 再沒有牌的時候 就要玩完這一個圓彎 所有魔女都會計分 最好分就會贏 現在說一下魔女的換鞠鞠 到你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首先把你的牌拉下來 然後可以執行你想做的Action 而Game可以做的Action 主要有三款 第一款就是 在手上的牌打出來做 手牌基本上只有三款 第一款就是爆炸紅色 就是攻擊牌 第二款就是輔助牌 第三款就是對應牌 攻擊牌和輔助牌 就在你的Turn上可以打出使用 而對應牌 就只可以龍行動回合的時候 去攻擊範圍打到你 才可以打出來使用 每張卡 左上角都有攻擊範圍 攻擊力和魔力 見到Hyphen 就是不用給魔 如果那張卡是有魔力的 譬如這張卡 風暴是1魔力的時候 你出的時候 要支付你玩家版上的NP-1 才可以出到 如果不夠NP 就出不到這張牌 還有攻擊範圍內 如果碰不到一隻龍 都出不到這張牌 那出牌 做完效果之後 就要把這張牌 放入器材堆裡 第二款行動 就是基本行動 每個角色都有三款基本行動 都是一樣的 第一款就是移動一格 第二個就是NP-Guard 第三個就是減一點傷害 每個行動 左上角都有一個 需要的行動標記 代表這個Action 是可以何時使用的 移動一格和NP-Guard 都是一個輔助類的東西 所以在你TURN中可用 而減短傷害就是一個反應 所以都是要龍打到你才能動 這個基本行動 就是 你只要在手牌上面 選擇任意一張牌 扔出來棄牌區 無視上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三選一做一個 唯一特別的位置 就是每個角色 可以做這些Action 的次數有限制 好像摩斯類的魔女角色 移動一次 NP-Guard 兩次 這個次數就是 每個大彎 你可以最多做多少次 即使你想走快一點 你放兩張牌 就不可以 你只可以放一張牌 走一格 就不可以放兩張 做兩次走兩格 有些其他 近戰角色 就可以移動一格 次數可以多些 限制 你每個彎可以做多少次 亦都反映到角色的特性 第三個可以做的事就是 CP值 就是當你這個牌庫耗盡的時候 抽牌都抽完的時候 如果再抽就會做一個牌庫重組 你的CP值會加的 這些CP 在你戶口的時候 可以扣CP 做一些更強的Action 頭三個 每個魔女都一樣 而第四個 就是一個專屬的大技 第一個就是扣CP1 你就可以用你的魔女 走一步 或者是NP-1 第二款就是 可以對應 就是可以將傷害減兩點 就是扣了點CP 第三款就是扣兩點CP 可以馬上在你跑匯抽牌 每個Action都有一個Action的icon 就是分為負責和對應 也是跟出的時機去做 第四個就是 每個魔女都不同 比如這個魔女角色 就是扣3個CP 就可以把NP-1 直截變成7點 這幾天移動 只能打硬打 只能打斜走 走的時候可以經過其他魔女 但是不可以停留 而地牢就是一個 無限的設計 就是你在邊緣 再走一步 就會回到對面 那條龍都一樣 攻擊都一樣 如果這條龍打在前面 會變成後面出來 這樣打 這個牌匯同志 除了加CP1點之外 你會升級卡牌 每個角色都有擴充的牌庫 有些升級組的牌 每次牌匯重組的時候 可以選任一張 和你現在戲牌推的一張牌去互換 然後才把牌去洗牌 然後成為新牌庫 除了遊戲的流程 去進展 你的角色的牌匯會越來越厲害 就是一個Debt Building 小Debt Building的位置 每個角色都有兩張任務牌 亦都很影響 End Game分數 和會令到每個角色的遊戲 變化都很不同 當你只要做到條件 就可以反轉去拿分 有些任務卡是遊戲 結了完結結算 隨時在End Game才看 做到反完就會有個分 任務卡在起始的新手模式 就是跟隨角色去派指定的兩張牌 之後遊戲的時候 就會變成 大家熟悉的 會派10張牌 然後輪抽這10張牌 每個角色會有兩張 就要由order去做 就要由起始股家 先選一張 然後順時針去選 到最後連選兩張 再逆時針去 每人輪抽兩張 這個就會跟隨你的任務 去做你的Debt Building位置 去執行你的行動 去不求做任務 會有額外分數 那是龍的Action 龍的Action 上面有圖示會告訴你 大概會做什麼 下面會詳細說回Action的順序 行動有幾款 一款是攻擊 攻擊就是 攻擊法輪裡面的所有魔女 就會受到她的傷害 龍的攻擊跟回龍的Level Block的狀況是寫的 龍Level1的時候 攻擊是2 Level2的時候攻擊是3 Level3的時候攻擊是4 你受到傷害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用對應牌 或者你用CP 或者基本行動 去減攻擊傷害 如果你未能減少所有傷害 你要受到真的傷害的時候 你就會死 死的時候 就將你的角色受傷次數加1 然後就跌你身上的魔石去死的位置 譬如現在扣了2個傷害 就要跌2顆石 如果不扣魔石跌 就盡量跌 跌完之下 就將你的魔女角色的StandE 放在你的回合牌上面 當你任何要動一張牌 到你的時候 或者你要選擇你的order的時候 就要立刻拿回你的角色 去Spawn1 地球上任意的起似 沒有魔女或者怪獸霸的起似位置 但是如果你成功擋了所有傷害 你不會死的 就可以繼續停在地球上 亦都不需要跌射 除了火的攻擊之外 龍有機會做前進一格 向前移動 向前移動 其實都是等於移動攻擊 就是前進的方法 如果撞到任何魔女 他都會受傷害 傷害的值 都等於攻擊值 但是不同方式 就是這個移動攻擊 雖然你可以照出對應 去對應攻擊 但是如果你的對應效果是減傷的話 是會無事的 即是移動機是無法被減傷的 第二款Action 就是左轉右轉 你做的時候 一隻龍就會跟著左轉右轉 會令到龍的方法不同 之後前進的方法會改變 第三款就是VP跌落 就是跌魔石 你轉到這個石頭 就會在一個招牌 拿一把石頭 放回去攻擊的VP 那個Icon位置 之後有魔女經過那一格的時候 就可以整理好上面的石頭 講一下這遊戲的幾個不同的模式 第一模式 就是2v2模式 就是分隊 屬於四角人玩就是2v2 你就可以除了可以用它的Action 去搞到對手之外 可以用Action的效果 去做同隊有一個Combo 那玩法是非常有趣的 那玩法是 End Game的時候 就是把每兩個色的分數加起來 哪一隊的總分加起來 最好分就贏了 下一個模式就是專家模式 就是龍有三張 升級組的行動牌 紫色行動牌 右上有標示牌換哪張 你就可以跟著指示 換了牌 龍比較難打 就會挑戰性高一點 也會刺激一點 還有一個模式就是單人模式 一個人玩的時候 你只用一個魔女 其他魔女的牌 全部都會不用 又是目的就是 要盡量挑戰得越多分 是最好 挑戰自己的最高分 玩法有幾個變更 第一個就是龍的Action 不會跟回Volta 1,2,3 而是一開始就要把Volta 1和2卡一起手印 會隨機去洗三張去套遊戲 然後第一次升級龍的時候 就把套遊戲的三張牌 和Level 3的牌去洗勻 然後又會隨機套三張 沒有套三張又會洗下去 最後一次升級龍才會把最後套遊戲的三張放下去 令龍不是一個系統性的1,2,3升 沒有那麼容易知道他有什麼攻擊 第二個不同就是 第一個階段的未來試階段 開三張牌的時候 第二個Store是永遠面朝下的 就會變成有些Action 你是猜不到 第三個不同就是 每次你魔女的行動牌 在回合上去選擇order的位置的時候 會把supply的模式 放在行動回合的格底上面 代表之後你去選擇回合turn的時候 你不可以放在魔術的格上 直至所有行動格都放在魔術的時候 才將魔術套遊戲 然後才可以重新放任意的行動格 烈獸魔女遊戲的規則就是這麼簡單 我擔心非常值得介紹給大家玩 遊戲規則這麼簡單的情況之下 它做到的畫面是很貼的 每個魔女的玩法的感覺和變化都很大 令到重玩性都很高 遊戲的art和配件都非常漂亮 打龍的感覺都非常有趣 雖然有個未來試階段都知道了 但有時候會很少不看錯或計錯了 我一玩的時候有些預計到又預計不完的感覺是挺有趣的 玩家的行動牌上也有很多不同特色的效果 例如有些擊退下角去撞隻龍 令牠的龍改變位置 龍和玩家之間的煤番隔著進行回合的機制 等等都令到玩家之間的互動性都很高 所以令到玩的時候一隻遊戲的氣氛都非常好 有趣的 以這個概念的規則 做到這樣的遊戲性 我覺得非常難得 剛剛這個規則介紹的影片 就在這裏 如果記得這條影片有幫助的 like and square 如果想看更多相關的影片 可以subscri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